你性格很好 我也很希望找一个就性格比较好的 一直觉得也没有时间 然后也没有办法去照顾他或者什么的 对 因为工作压力很大 然后有一个人 你会去诉苦啊 会去跟他传达你的一些不开心 我就觉得工作挺忙的 但是又觉得有时候挺 收工回来 一个人又挺 孤单 对 孤单 是啊 我也是 我自己坐在沙发上的时候 我就 我就 死化了 就有一点那种感觉 那个时候就 身边要有个人多好 对吧 然后就安静去陪你坐着 嗯 是啊 有的时候你一个人说 你这人去医院都是一个人 很惨的 嗯 我以前在国外的时候语言不通啊 嗯 然后我已经生病了 发烧了 一定要去医院的那种 嗯 然后我跟我的那个公司的 一个管理人说 我说我生病了 我感觉我没有办法练习了 我要去 我可能要去医院 然后他说 为什么不能练习 他说你都可以跟我发信息 你都可以跟我来说这个事情 说明你还行啊 直到最后我真的就是忍不住了 发抖了 就是 已经不想动了 然后他说 那走吧 那去医院 去医院一凉 就像四十度已经超过了 四十点几度了 你都要烧开了 这个苦只有自己知道 对 就很惨 孤单 天呐 所以一直就把自己包裹得紧紧的 人家很难来 就是可以走进你的内心 很不容易 所以很多事情都看得比较开了 心态会比较好一些 不会因为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我就不行了 不会 不会那么娇气 对 我们也都是经历过事 大事的人 大事的人 对 我们也都是经历过事 那么干奶 碰奶 不尽干奶 先苦后甜 先苦后甜